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是說 這是個追動擺 當這個甲角37度的時候 它向心力是x 問 當這個甲角是53度的時候 這個時候 繩子張力是多少 我們現在 把這個 看x是等於多少mg 我們看 不然我們從這裡開始算 這裡算的時候 假設這是mg 他mg的話 答案沒有mg 也就是說mg要用x帶 那53度的時候 我們怎麼做 53度就是 t 加上mg 這個是等於mac 這樣子 那我喜歡用拉密定理 t 加mg 加 -mac 等於0 那這樣t 就可以把它表成mg 這是-mac t t除以sine 90度 它會等於mg 它除以sine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就是90加53 sine 90度 加上53度 cos5分之3 cos5分之3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5分之3 這個是等於cos5分之3度 這是等於5分之3 這個是等於1 mg 所以我知道t 所以我知道t 是等於3分之5 mg 但是那個答案裡面沒有mg 那把mg 換成x 那這怎麼做 還是一樣 又拉密定 這個相信力的話 變成-mg x x 除以sine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就是 180減掉37 180度減掉37度 它會等於mg mg 除以sine這個角度 sine 90度加37度 這就是等於cos37度 這等於5分之4 這等於sine37度 這就是等於5分之3 好 那我就知道 mg等於多少 mg mg 就等於3分之4 x 4 把它乘過去 那5消掉 這5約掉 4拿過去 這3分之4 x 然後把mg代表 3分之4 3分之5 要乘mg3分之4 不然 不然 選項裡面 也找不到答案 就是9分之2 10x 所以這一題的話 答案應該呢 9分之2 10x 答案應該選a 1分之3 1分之4 2分之4 2分之4 感谢观看